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是爸爸教我诗词 后面自己上学之后就开始学写汉字 我读过一句话 它上面写的就是 如比远游子漂泊何当归 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名名将 姜维的故事 他呢在外征战 他母亲因为思念他 所以就给他送了一份当归 姜维虽有私母之情 但更有报国之志 所以他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写道 带有远至不在当归 老师告诉我们 明镇德年间的云南通志中就有 当归出师殿当归山的记载 云归是云南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品种之一 台大的部分就生长在 2500米到3000米的地方 我们当归的药用历史呢 非常悠久 它呢就是有止血 补血的功效 还有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等功效 还有血科剩药 女科剩药的米 新鲜的当归 必须要经过晾晒 炮制才能成为一味良药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如何炮制当归了 中药炮制即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按中医用药要求将中药材 加工成中药饮片的传统方法和技术 今天我们来炮制一个9次当归 李老师告诉我们 当归的炮制要经过酒浸和炒制 两道工序 炮制后的当归不仅可以提高疗效 降低毒副作用 而且方便运输和储存 经历过适当的炮制处理 当归中的活性成分得到充分发挥 补血的功效得到显著提升 白发当归影 青山可结庐 一段还连围偶结 书心解育应当归 诗词也给予了中药美丽的灵魂 庭力 被这份神秘而深厚之名所吸引 他踏出国门来到中国云南 完成一场中药与热爱的共同奔赴 渔溶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